111年七机车使用牌照税在4月1号要开征 因应劳动节补价缴纳截止日期顺延到5月3号 花林县地方税务局表示说 如果没有收到缴款 税务赶快向税务局来申请补发 而缴款的方式呢很多元方便 采用行动支付或者是线上查缴税 还可以求千元礼券 请民众记得在期限之内要缴清税款 111年七机车使用牌照税4月1号开征 地方税务局表示缴款书在3月下旬全部寄出了 民众如果没有收到赶快向税务局来补发 缴款的方式十分多元 采用行动支付或者是线上查缴税 还可以求千元礼券 花莲县使用牌照税的缴款书已全数计发了 如果民众还没有收到缴款书 可以拨打8226121 或到花莲地方税务局补发缴款书 税盒在3万元以下的民众呢 可以到家附近的便利商店 运用多媒体资讯机 只要输入车号加身份证字号 就可以列印补发缴款书 缴款书缴纳的方式很多元 可以到金融机构缴纳 信用卡刷卡账户扣款 花莲县地方税务局呢 为了鼓励民众网络缴税 在开征期间呢 只要是运用行动支付缴税 APP缴税 或者是到花莲地方税务局呢 点选线上查缴税的方式 输入车牌号码加身份证字号 利用网络缴税 在开征结束的时候 针对这两种网络缴税的民众呢 我们将抽出15名的得奖者 每一名可以得到1000元的领券 采用线上查缴税的民众呢 超过300人会加抽一名 请民众多利用网络缴税 免出门即可轻松缴税 今年因为劳动节补价 缴款的截止日 顺延到5月3号 请民众要记得在期限之内缴清税款 有任何牌照税问题 可以拨打免付费专线 0800-000321 或者是地方税务局的总机 03-8226-121 转243-248 预理分局电话是 888-2047-233 请大家要如期缴款以免受罚 介络会幻市报道